翻譯高大臣在案發時就曾經說過 女嬰被虐待毆打的機率是零 高大臣強調虐待會有明顯 瘀青痕跡 但女嬰除了頭部重創 身上沒有被虐打的外傷 當時就研判可能是摔倒致死 高大臣認為女嬰可能是因為吸入太多毒物 導致智能血管變脆弱 摔倒之後頭部重創 只要出血一百CC就會致死 檢方追查出的案情 跟法醫高大臣當時推測的疑點 相符合不只還給保母親白 更釐清女嬰死亡真相 華視新聞劉淵選張春風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鄭蕙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日本東彌日新聞 中國佰期間 現在的求以典歌 與局勢奮 訪육 出去了 反應 數據 感谢观看